各位网友大家好 两天之前自己就做了一个video 跟大家讲过 究竟加拿大央行会在六月或者七月减息的可能性有多大 而自己最主要的理据 都是来自过去几个月加拿大的通胀数字 当中就有一张图 就是说原来食物的inflation 就是说大家去超市买菜的inflation 在过去年纪里面已经跌得很厉害 去年年初的时候仍然是超过10% 而刚刚公布的四月份的数字已经跌到1.4% 虽然那个升幅已经是慢了很多 但仍然是涨的 如果你对比一下今天的food prices in general对比疫情之前是升超过25% 而这个升幅也是比其他的物品 例如三副荧物又或者服务的价格高出了大折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哇 去超市买菜事实上就贵了很多 于是大家生活就很艰难 因为食物的东西 特别是你去超市买菜 就不是说你可以吃可以不吃 你说外面去酒楼或者去餐厅很贵 你吃少一餐OK 但是你回家煮这东西就没得避无可避 所以这东西就引起很大的民怨 因为压力事实上就越来越大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 现在靠市场搞不定了 一定要政府做一些事情去控制这个情况 特别很多人说会不会垄断 为什么政府又不去规管它 谁不知现任的政府就说了 又说召费 又说怎样怎样 但结果都是没什么作用 最后市民逼于无奈地 都要自发性做一些杯葛的行为 所以前一段时间就说 杯葛这个最大的龙头超级市场集团 就是Lublos 罢买杯葛 所以整体的情况就是 民怨很厉害 又希望政府做些事情 但政府又没有做到事情 因为这一件事 主流媒体前两天还是三天 就邀请了三个党的代表 就是讲讲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那些食物的价格 贵了这么多 政府做些什么 有些什么政策 可以第一舒缓民怨 第二就是帮帮普罗大众市民 起码食物不会那么贵 因为这是necessity 我抱着很大的期望 因为我心想 你明知这个节目是讲这一件事 而党又派个代表去 代表就算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都prep了他 谁不知我听完之后 17分钟 不是很长 我post了个link在楼下 你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你听完之后 真的觉得 他反应真是哭笑不得 我说是不是 就是三个党 你的代表去讲一个 明知人家有期望的题目 但是都讲到这样 我真的无话可说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 都要跟大家讲讲 那种心里面的 有点点愤怒和那一口气 讲回那个节目 主持第一个就问自由党 他就问他 你做了些什么 自由党那个就说了一大堆 我们很努力的了 又叫那些集团的老板 上去奥特华召唤 然后又怎么又怎么又怎么 即是代表话给大家听 我们很努力的了 做了很多东西在背后 大家看不到 主持真是很厉害 一句召唤就是说 你做了这么多东西 看不到结果 那就是没用 那那个自由党 就是无言以对 事实上就是 你说你自己做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结果完全是零的 那就是废的了 于是乎就问 第二个党 Conservative 那我就想 OK 自由党就 一美得过港字 大赢港 那应该Conservative 有一些比较 concrete一些的方法 谁不知我听完之后 我还更加拍了手掌 那问他 为什么物价这么高 哦 因为储都很坏 那主持就问他 储都怎么坏 因为储都就是派钱 在疫情的时候派得太多钱了 派到大家不断花钱 于是乎物价就太高了 那主持就问他 他说不是哦 物价高其实有很多不同原因的 例如人工高了 又或者全球的食物供应链来价 真的贵了 那那个Conservative的代表 就说不是的 这些其实是自由党 令大家眼睛蒙蔽的一些手法 来的而已 经常推去外面的external factors 其实重中之重 就是派钱太多 不要说他这个派钱太多 那个主持立刻问他 他说你有什么办法 就是这个真是可以控制物价 他就说不出 总而言之就是说 你不要管了 储都坏 总而言之你不要选他 不要选他就行了 我第一个反应的逻辑就是 OK 姑且物论你的理据对不对 就算储都真的坏了 坏到没影 他坏 不代表你上了场之后就解决问题 两样事来的 他不行 不代表你得 所以你最主要做的事就说 他不行 OK 那你怎样做会得呢 他完全说不到 我再说多一句 从经济学去理解他那个说法 他说整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 储都的政府派钱派得太多在疫情 这个是绝对说不过去 为什么 如果你看一下G7 就是我以前都说过 加拿大派钱不是派得最劲 比美国来说相差一大截 极其量跟欧洲或者跟英国其实差不多 再说如果那时候政府不派钱的时候 我可以敢胆说一句 那个经济的后果比现在大家面对的通胀 严重很多 因为在过去这么多次这个financial crisis 或者这些突然之间的crisis 如果政府当时不支持的economy 第一件事 很多企业就会立即倒闭 这个是事实来的 很多人立即会失业 你要回回头要开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困难 所以你可以arguer就是说 是不是他派得比较多呢 你不能够完全就说 那些external factors而已 所有东西都是潮都 我觉得这个在经济学上面的逻辑 完全是站不住的 只不过他是借这件事 来说攻击trudeau 总之他是坏人 你不要投票给他投我们 投了给你 不代表可以解决食物的价格的问题 是不是 这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 好了 接着到下一个就是NDP NDP其实它是有一个很specific的policy 提出了 就是说要在这些大的超级市场里面 impose一个excess的profit tax 或者你叫win for tax 什么都好 总之就是赚得太多钱 我要打你重数 主持真的我觉得值得赚 他就问你觉得这件事有效吗 那个NDP的representative 就说有效啊 因为如果你看一下欧洲 其实20个国家就已经实施了这一样的东西了 包括英国 主持立即执行他 说你不要乱quote数字 这个是误道 因为你说那个20个欧洲的国家 他impose的不是在grocery stores 是在一些gas和能源的company 很大量pass through 下去的消费者那里 那代表了那个物价会更高 就是说你一方面加据税 另一方面就将这些税 passed去的消费者 令到物价更高 这一样东西不可以guarantee 物价下跌的哦 反而物价会更加高的哦 那你有什么的evidence 去证明这个有效呢 他又说不出 总而言之又重复又重复 说回就不行的 你相信我啦一定可以的啦 诚哥的辩论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人是很值得赚 就是那个主持 这个主持如果你看看背景 其实他都做了多久的了 最近就join了CTV 以前他应该就在CBC做的 但是他的反应 他做的功课 他的思辨能力 我觉得非常强 因为每一个代表 他说的一些东西 他第一样东西 可以指出他在information 资料上面的错误 同时间他也可以指出 很多在逻辑上面 不对的东西 我觉得他真的值得一赚 那说到最后了 既然三个党 都说不出什么 那我有什么良方呢 我不可以只是批评 就没有建设 就没有意思的 其实这个问题 都困扰了我很久的 不同的党 很多的人 说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在这么多 不同的论述里面 我仍然未能够找到一个 很有系统 用证据来指出 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很简单 第一样东西 你可以找到的 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你是有心去做一个 比较 实际的研究 你说 food prices 整体是升了26% OK 那你就说 这26%的升幅 整体 背后 你最少可以 就要破坏到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 来货昂贵了 OK 第二就是 人工昂贵了 第三就是 你的利润更多了 那你告诉我 这26% 你怎样把它分成 这三个东西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个问题 什么引起 然后你知道了 真真正正 哪个东西 是引起了这么大的 价格增加之后 你就会想 怎么去解决呢 很简单 比如你说 是因为有垄断 而这个垄断 是它拨大毛 就是说 其实来货不是这么贵的 它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是不是都加价 因为你无法辩驳它 它的背后就是说 我来货昂贵了 那你又不看到 来货那张单是多少 于是 没有办法 大家都愈了贵 于是这种叫做 拨大毛 那为什么可以拨大毛呢 因为它有那个 monopoly power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 那可能 你impose它 一个one time的profit tax 去penalize它 这种拨大毛的行为 我是赞成的 但是可能它 不是拨大毛呢 如果不是拨大毛的话 那就有一些更加大的问题 在背后引申了 而要了解这些行为呢 你就要知道 究竟它在垄断里面 用什么实际的操作 来抬价 又或者 不同的方法 令到它那个profit 是谋取暴利 那这些东西呢 你没有了这些前期的research呢 其实你现在说什么solution呢 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 那个主持都问得好 如果你要impose 这些所谓的excess profit tax 究竟你是一次啊 还是你是永久性的呢 这些问题 你没有了原本的原因的话 你是答不了这些什么的policy为之适合 我再给两张图大家会看一看 你就知道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说加拿大垄断很厉害嘛 是不是 如果我比较加拿大在疫情之前 到现在的食物的升幅 对比其他国家 是不是特别严重呢 我看完数字之后呢 自己都吓了一条 刚才说过了 加拿大so far的食物的价格 过去几年是升了26% 美国原来都是exactly 升了26% 两条线呢 差不多好像identical那样的 如果你再看看欧洲的话 它的升幅更加厉害 欧洲呢 你反而可以解释 就是说因为 它这个俄乌的战争 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令到它那个通胀高一点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说美国和加拿大 的升幅是一模一样的时间 究竟是代表了 加拿大的垄断 和美国的垄断 是同样这么厉害呢 还是两个国家的垄断情况 都不是这么严重呢 可以接受呢 这些问题呢 你要解决的 你要先回答的 第二件事 给大家看看的就是 如果你看一下食物的价格 由疫情之前到现在 不同的材料 你发觉呢 它的分别可以很大的哦 例如 升得最厉害是什么呢 食油 升了超过80% 跟着就margarine butter 这些都很厉害 牛肉 鸡肉 也很厉害 但是呢 猪肉又没有这么厉害的哦 升得很少的那些呢 就是虾 和贝壳类的海鲜 再加上这些香蕉 那你问 如果它是 真是垄断的话 那照计 它可以什么都加的哦 就是薄大霧的说法 就是我不理你这么多啦 我是不是都加 那为什么有些又这么高 有些又这么少的呢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真是要真真正正 去杜绝这些 所谓企业的垄断行为 或者台价 或者怎么样好呢 你真是要 给点心机 去找出 究竟它怎么样抬价 在什么地方抬价 然后你才可以 落实一些真正的policy 去倒截它这些 的企业行为 如果你连这些都不知道的话 其实 简直搞不定的哦 搞不定的意思就是 现在是不是 Competition Bureau 是一只子老虎 不够权力 去管这些 corporate behavior 还是你连这个 corporate behavior 都不知道呢 所以呢 简单来说就是 有这么多的 unknown 你完全都不知道 完全都没有一个 整体的概念的时候 你就说有什么solution 我就觉得 是多余的 没有了这些东西 我怎么去决定 究竟 谁是好 谁是不好呢 谁是合理 谁是合理 现在大部分 全部三个党 说的就是 要是 互相指骂 要是 就谣言满天飞 要是 就用一个 完全不合乎 经济逻辑的理论 来推动大家的情绪 我自己觉得 失望的就是 不单止 他没有提出一个 的solution 而是 他连告诉大家 真真正正的问题 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 你叫我做 我没有得做的 因为 我没有 那些三个超市大集团 那些数据 你是没有得 analyze 这些的analytical work 一定要有很大的数据 那你又拿不到 那你就从法律的途径 拿回来 所以 这些事情 不解决的话 其实 大家的市民 怨气 都一样 在这里 所以今天 就 讲了我自己 一些的看法 也都发了很大约的 牢骚 原因就是 我有点点 觉得 以前 就是说 那些政客 讲就天下无敌 做就有心无力 现在 变成 讲都讲不到 你说 有什么出路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跟大家讲个不同的话题 再见 拜拜